从传统制作业密度尽管的中华馆来 8月1日已经是热门主要市场来中亚港做东坡 为了让8月1日除了做工作的买党典显在华 并且提供8月1日政党的效果五罗华东 中华馆政府是既扮8月1日下列华东 为8月1日做队来报名参加在个比赛 台湾因为联统严重务化,华教华联络数9仅价 各家上很多需要单位跟家庭构组 都需要依靠8月1日来报线联络的科学 一直到1808年在华台 中华馆来8月1日已经有5万5千880个人 在全国国管市场中摆名是第六名制 为了提出8月1日政党的效行活动 中华馆政府是在8月1日的活动 第一年有中在4月13号 在六港文部表头前的讲座 基盘行活彰化 多完文化当面会 邀请中华馆来8月1日做队报名参加 丁兴丹南阿国各地的营业唱歌风格 及部队特色 为8月1日发挥彩华 我们彰化县因为产业特性 还有照护人力的需求再加上产业结构 所以目前很多事业单位跟我们的家庭雇主 其实都雇用外籍看护工来补足人力的不足 目前我们彰化县到2月底子 总共有5万5千多位 外籍移工加入我们彰化县的劳动市场 其实是相当多 在全国各县市排名大概第六位 那我们为了感谢我们的外籍移工在台湾在彰化的打拼 而且要提倡我们正当的休闲活动 所以我们在今年度规划了三场次的外籍移工系列活动 那包含我们配合4月泰国泼水节 我们的多元化同盟会 那还有我们6月配合印尼开斋节 有一个欢庆印尼开斋节的活动 那另外9月就配合我们台湾 我们的中秋节 我们办了一场休旧到底跨电影这样子的活动 那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外籍移工朋友 能够出来活动 然后也一展他们的长彩 那当然在这个部分也希望邀请我们更多的事业单位 能够鼓励我们的外籍移工朋友一起来参加 那也希望我们彰化县的乡亲 一起来感受一下多元的文化 这项华东不止是多少天可以来参加 广乎也要邀请民众 在这些需要单位 能够与多少天做一会来参加东路 让郭林更加了解郁港母国的文化 尊重民族得志 提供一个文化的水 并且让郭主更加了解 拼借多少天应该要注意的活力和足心 达着優先保佑的神奇隔壇 新中华新闻被兵林中华彩虹保佑的 有任何问题可以先 有任何问题可以先